怎么没有这种啊 马上就来 五叠大喷咕 这有什么难度 今天挑战的是这位小僵司的投稿 全凭五叠大喷咕五千阳光 因为是无名版 大喷咕的攻击距离变成了一整行 也就是说 最后面的大喷咕也能达到第一只僵尸 没错 每一行会有45只大喷咕同时进攻 个家伙还是穿透攻击 真的要将是能过吗 大队的运气算是 第28斤 第一抽 小鬼都别来着面 气球在无名版里真的是个bug 管理阵容多厉害 全部无事 跳跳巧克力 跳跳大蒜 木杖僵尸 这攻击数十日堂啊 铁桶机枪 铁门僵尸 白送小队 难道只有气球能过 我小弟 冰车 nice 这样一下子失灵了好多大疼过 大爷 铁桶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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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他挣扎了这么久 又是大爷 铁桶僵尸 没有小弟的武王 铁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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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桶车 魔法河僵尸 魔法河僵尸 普通僵尸 开心海豚 梯子 铺枪 二连铺枪 路障 锁下篮球 铺香弹 铁门 铁桶僵尸 凤击 这都是啥呀 就不能来个气球吗 武装卧板 小鬼头 护香弹别来了 魔法河 九九龙两个好僵尸吧 怎么把他忘记了 那么第三路就轻松拿下咯 现在进攻第一步 大爷 路由 水连路由 极致僵尸 高建国 高建国好像还没有到人用呢 铁桶僵尸 大爷来了 撑干篮球 和普通篮球车不一样的地方是 普通篮球车是攻击最后面 它是攻击最前面 流声机路障 路障吹风机 没有小弟的武王 魔法河将士 单身武王 白眼巨呀 都会刚走过去 换一条路试试 小鬼头 梯子 路由 冰车 铁桶机箱 算了 还是先补个刀吧 路障南瓜头 路障南瓜头是可以给周围的僵尸都套上铁桶的 我们这边多召唤几只 老道 咱们就是说 你多召唤几只也没用啊 因为大喷口是传透工具 所以现在的情况 我们只能出气球货在矿工了吗 那么就开始加速出卡 来了来了 狂狂来了 现在我们还剩下1200阳光 一共可以抽24抽 如果这24抽里面没有气球和矿工 基本上就寄了 你也可以用这24抽 在第二路赌个武王 那我试试 撑干 算了算了 就能补刀了 还是中规中矩的冲第一路吧 咋有那个运气直接抽出武王啊 天空是微蓝色 窗外有坚决和 陪我 魔法土豆雷 木障将尸 大爷 魔法寒冰姑 高建国 无毛辣椒 武王小弟 好啦 咋有什么 没法寒冲 雷 鬼 好 穿 冰冰姑 适合 重 冰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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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姑